欢迎收看新闻深一度 我是华顺佳 全球进入全面照顾时代 其中儿童是最弱势的一群 但就在各国全力推动保障儿童人权的同时 台湾却反其道而行 日本2023年因应少子化 设立儿童家庭厅 由内阁总理大臣直属负责 有关儿童的津贴、养育、贫困、虐待 都是他们业务项目 至于美国则设有儿童局 主管机关为卫生及公共福利部 负责福利、寄养、虐待 甚至2014年开始更要求各州制作儿虐报告 而台湾却是在2013年 将儿童局从内政部并入卫福部 降级成社家属下的一个组织 而社家属负责的业务非常多 还包括了老人、妇女、生长 偏偏台湾少子化 保姆施虐案近五年暴增了近两倍 而这当中有一群孩子是准备要进入收养家庭的安置儿童 凯凯就是其中一个 只是我们深入了解后却发现 政府单位对于出养童相关数据少之又少 我们就带您从头检视收出养流程 有需求的家属可能打给地方社会局处或机构 如果打给社会局处有开案的才会继续处理后续 但如果没有开案就直接转给提供收出养服务的八家机构 就跟民众直接打电话给机构一样 全权由他们负责后续的安置跟收出养 而凯凯就在安置期发生意外 总结目前全台包含在原生家庭等待收出养的孩童 就有468人 但你来看政府长期趣味下的安置儿童 是怎么被遗忘的 有包包 这个是谁 这是谁 是我美国的那个外婆 好厉害哦 你好厉害哦 不管是他到保姆到寄养家庭到机构 对于出养人对于出养童 他就是一个出养人的预备 本该充满爱与温暖的生命转运战 为何沦为人间炼狱 这名男婴疑似在生前遭到保姆的不当对待 包含了他的牙齿以及指甲其实都是不完全的 保姆残忍行径 媒合机构属于环礼 再再引爆民众怒火 我们多次联系凯凯亲友 渴望倾听事件发展至今家属的心声 有一群案在审 他们婉拒受访 但若不是家属 勇于揭露 我们不会知道出养童悲剧 不止这一桩 就108年发生了佩佩案 在保姆家 然后呢 送医之后 后来呢死亡 两个幼小生命云座 让常年不见光的收出养安置死角 扶上台面 我在受理收出养的时候 我就没有特别去规划 等待期 出养童们到底需不需要安置 我们看到是有机构评估 跟县市政府评估 其实有蛮大的落差 恢复部紧急补破网 提出以向向侧侧警作为 N 现在的上网 大部分都会停在 就是比较行事 比如所谓的行事就是说 增加仿视频率啊 或什么什么 会定很多的KPI 我们持续追问 中央主管机关 电脑收出养层层外包 决定孩童 一生命运的关键期 在政府资料库中 成了消失的一张 你也知道 刘大姐与先生 合力拓育三位社区童 有16年居家保姆经验的她 也是机构清约的安置保姆 曾照顾四位出养童 这个就是清约 以前常常带她出去玩吗 对 我们会带她出去玩 因为她家日都跟着你们 对对对 点开手机相簿 满满出邮照 不同意一般预托孩子 晚上周末都由家长接走 出养童安置期间 就如同保姆的孩子 天天形影不离 而他们之所以出养 可能是先天有深信议题 或在原生家庭被长期忽略 甚至暴力对待 照顾上得倾注大把心力 想象三个月大就来到保姆家 之后被诊断出全面性发展迟缓 刘大姐一家带着她 请跑医院上课早聊 悉心照顾八个多月 却没有显著进步 我不是很专专业 我也没有很多时间 可以在她身上 所以我害怕说耽误的她 为了不耽误孩子发展 只好将她送回机构 另做安排 偏偏近几年 出养原因更复杂 从早年的经济不佳 转为家庭 有身心 药毒瘾 暴力使等等 特殊同比例不断攀升 因为找家不容易 安置期也跟着拉长 她可能这样安置 超过四到六个月 她就可以找到所有家庭 但现在可能要十二 平均大概十二点五 一个出养童 要多久才能等到家 初步归纳 三岁以下没有药毒瘾 身心障碍等特殊家庭背景 约落在三到六个月 三岁以上大龄童 以国外出养为主 每合期一年左右 特殊同则需等待三到五年 而这些数据都来自机构经验 我们四月询问社家署 官方坦言 过去从未统计 直到采访这天 才补上迟来的答案 会待到三年多 在我们的安置系统里面 才会 才会就是可能 可以出养成功这样子 这些都是孩子会需要用的尿补 走进例行办公室 柜子里一整排奶粉 尿片 全市向民众募集而来 提供给安置保姆的爱心物资 国内八家收出养媒合单位 其中六家属儿哨安置机构 108年纳管后 个案都由政府评估转介 唯有儿蒙 立新 依旧评估 安置 媒合 一例行 还得自行招募 培训保姆 补足 安置 取求 但当资源受限 是否只能诉求爱心 而非专业 我们试图拆解 安置保姆资历 专业度 与施虐 关联性 官方能提供的资讯 寥寥可数 只能看到各场域照顾者 对儿哨不当对待个案数 五年来 发生在保姆家 激增两倍以上 虽然中央再三强调 出养童安置 是家外安置一环 但对比 主要安置受虐童的寄养家庭 不论是资源益助 或监管强度 保姆都远远不及 这样子 这样子 然后这 开心的追赶跑跳 完全看不出小鹰 曾患游脑性麻痺 两个月大时 还躯干无力 爬行都拖着下半身 治疗师傅健师 她就叫我说 她的朋友比她比较小 就要这样子 光是做这个动作 就做一年 为了健全小鹰身心发展 五年来 寄养妈妈素贞 除了日常照顾工作 还得长跑机构进修 精进照顾技巧 训练上面 我们会多加了一些 在照顾这种身心障碍 或者疾病的儿童的一些 知识跟技巧训练 同样安置特殊童 寄养家庭 从资格审核 专业训练到访式标准 都比保姆严谨 比如资格 强制要求主管机关 共同审查 反观保姆 可以委外办理 而访式管理 寄家每月一次 排开事件后 保姆才提高到 两个月一次 当然这个名单名策 会让地方政府都会窒息 那他们主要是针对 就是在审核到后段的时候 他们会来参与 共同审查的会议 显见安置品质把关 公司协力是关键 奉刺的是 为响应联合国 儿童权力公约 减少机构安置 108年 中央纳管寄养家庭 儿少机构等安置系统 却堵漏保姆 像立新啊 额蒙 我们这种的保姆的照顾 应该也要被纳入 所谓的安置系统 但那时候政府是没有采纳的 出养家庭给保姆照顾的 其实数量并不多 以三月统计来看 保姆安置只占8% 但当数字代表的是 一条条又小生命 没有人该被制度漏接 随着寄养家庭招募困难 床位持续限缩 安置系统对保姆需求 大幅增加 光是近三年 照顾个案就翻了近两倍 儿少数养合法化至今12年 也只有民间单位负重前行 即便多年来 中央有以强化地方政府角色 但多数县市受限人力 或缺乏经验已无不回 那我们就是也需要招募 就是居托安置人 就是保姆们来照顾这些小朋友 以六都来说 目前仅桃园高雄 将保姆纳入地方安置系统 其中桃园社会局 早在107年推出方案 针对每位出养童 开案提供服务 而保姆资格 也由公部门参与 临选审核 在居托的安置的人员的 一个资格审核训练 我们也是比照 我们寄养家庭的一个条件 社工会进行 我们家庭的一个处域计划 跟他所谓的出养的一个必要的一个评估 一个县市 一个做法 开开事件后 中央再喊出养必要性 安置评估 未来由地方主则 但标准 专业人力 又在哪呢 这不枉也曾经发生过 他认为不需要安置 但是在原生家庭 后来被夹到 为什么109年原本预计要修法 到现在还没有 因为其实我觉得地方政府的 预备性也不足 这里过了 当改革思维 治标不治本 还有多少等家的孩子 来不及成长 就被折断寓意 开开事件也让我们看到 针对收出养业务 政府高度依赖最大品牌 儿福联盟 许多训练都由他们发起 而政府基于尊重专业 间接导致在监管上 出现了盲区 我们追查就发现 明明2019年儿盟发生 出养童佩佩遭保姆虐死事件 但是儿盟三年一次的评鉴 却照样过关 甚至明明高达九成的业务 是儿哨相关 但是当年申请登记 却是登记在教育部底下 我们也确实看到了一些 就是资源排挤的一个状况 但是也是有点无能为力 说起来很无奈 C小姐曾经在2018到2020年之间 在儿福联盟当职工 经着有家庭的父母 能自费让小孩学钢琴 却使用儿母免费资源 替孩子补行 于是我就有跟社工提起说 其实需要补助的家庭真的很多 那我也觉得 这个会造成资源排挤 社工并没有说 在审核的这一个部分 我有听到什么 比较一个积极的作为 青眼见证补助被滥用 C小姐辛寒决定退出志工队 很难想象 她口中说的 是被认定为 社福大品牌的儿福联盟 在凯开事件后 更让人惊觉 我们的国家竟然如此高度仰赖他们 以台北市儿少收出养中心来说 承办单位就是儿福联盟 台北市政府就是希望建立这个中心 然后委托儿福联盟来建立这个中心 儿福联盟毕竟在整个政府的信赖度里边 会认为它是专业机构 因为就是不是很多人投入在这个领域里边 所以就会变成少数人决定了这些事情 一名同样也是没和收出养的机构人员 私下对我们透露 儿福联盟是全台最早做收出养服务的机构 许多指引与训练都是他们发起的 其他机构还特地到儿盟上课 一度传出连指引也是儿盟制定的 也许儿福联盟就定儿福联盟 其他单位就去抄儿福联盟 然后或者是台北市政府也抄儿福联盟 中央或地方政府到底从头到尾 有没有介入过这个相关指引的领定 我们都不太清楚 那可能是我 我还没来 那我们同仁知道吗 儿梦应该是说 因为他长期都在这个领域提供服务 所以我想他的意见应该是有纳进来的 对于记者的提问 社家属也没有十足把握 仅提到105年 他们曾委托学者制作收养人服务表单 及工作手册 但是并没有收出养具体指引结论 换句话说 最后细节又丢给地方政府 而地方政府又再转交给最大品牌儿福联盟 越是高度信任 监督管理就越容易出现盲点 儿福联盟在凯开事件前 就曾发生安志同佩佩 被保姆不当照顾致死事件 那为何能迟迟进行收出养服务 以收出养制度来说 主管机关是卫福部 按照SOP 他们会跟县市社会局做会议督导 每三年会得儿盟做一次评借 评借内容包含经营管理 专业服务 权益保障等等 一年也有一次的业务检查 包含贵物财物 如果评借没有过关 就不会再发收出养媒合服务许可证 评借有的时候就是那一天看到 他准备的书面资料 可是照顾的时间 应该是每一天都在进行当中 所以这个是我刚刚提到 在照顾的过程当中 常常有的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变化 换句话说 社家署的评见 是儿盟喂食怎样的资料 政府就照单全收 几乎丧失了监督管理功能 甚至我们私下进一步了解 当年儿盟根本没有把配配事件 列进报告中 如果当时做检讨 会不会开开 就不会折译了呢 我们在过去 这样收出养的程序里面 大概因为都是专业的团体 所以我们也比较尊重 专业团体里面他们的评估 依据尊重专业 凸显了政府单位的便宜形式 儿盟的缺失 自然也在眼皮下被轻轻带过 甚至在我们调查过程中更发现 其实儿童联盟背后的真正主管机关 竟然并非卫福部 儿童福利联盟当时申请 是登记在教育部底下 于80年12月17号许可设立 以倡导儿童福利观念 推展儿童教育等等为宗旨 不过从儿童联盟官网上看出来 实际的业务都是与卫福相关 知情人士私下对我们透露 儿盟与儿童家庭较相关之业务比例 竟然高达99% 与教育相关的业务仅有1% 从人力上我们看得出来 大概将近三分之二 都是社会工作的社会工作人员 那表示他占比比较高的 真的是在做社会福利 文教事业然后又去做社会福利 那我觉得管理上 你一定会产生一些汉格 社福并非教育部专业 却要管理儿盟自然出现盲区 教育部以医财団法人法第四条的规定 韩文卫生福利部 征询遗转管辖的事宜 那也有将儿盟的相关资料 送卫福部参考评估 儿盟在凯开事件后 紧急申请将主管机关 改立会卫福部 但相信专业不该成为 推卸监督责任的理由 对比其他国家 像是瑞典 丹麦 荷兰 加拿大 欧洲 都是由政府主导收出养 帮忙评估资格 媒合家庭 丹麦则有国家收养局 至于澳洲政府官网 则是直接公布事工电话 甚至南韩更有寻清专责机构 收出养其实涉及很多的人伦法律的议题 所以也真的会很期待 中央可以比照国外的做法 我们可以有一个专责的单位 专法来处理收出养的事 那我是建议说中央其实做一些原则性 法规性的指引方面的一些规则的设定 那其实应该把主要的权责 都通交给地方的政府 民间机构去承接这些业务 专法约束专责机构管理 就不怕再有漏网天使 但在台湾将原有的内政部而同局 降格为社家所扣 未来这一段路 势必依旧走得艰辛 大品牌迷思也发生在捐款行为上 根据一份2021年的调查 国人年度捐款总额是高达1062页 不过却过度集中 七大公益团体就吸纳了76%的捐款 其他190个团体共同争取剩余24%的捐款 不仅如此 捐款人竟半数偏好而少议题 这当中就包括了拥有一体红利的儿盟 只是总资产相当于一个上市公司的儿盟 却依旧漏接了凯凯 还爆出多情卖房争议 让人不禁怀疑这些善款 真有用在服务上吗 遗憾的是 依据2023年发表的台湾人捐款行为调查 有高达4成的捐款人 几乎不会关注这些受捐款的单位 如何运用善款 仔细介绍宝宝们居住环境 陈绍崇是高雄小天使家园创办员 14年来提供国内唯一 0到2岁11童安置照顾 也办理收出养服务 这天受国际青商会之邀 前来募款宣传 有机会到我们那边可以参观一下 一有民众靠近就热情介绍 因为每一份善款都是孩子温饱的希望 忙了一下午却没有募到款项 收拾看板还能一边闲聊 因为这样的情景是日常 他们并不气馁 毕竟小天使还是一个比较小的单位 透过这种机会 可以让社会各界多认识了解一下 要接下来 望着一张张稚嫩笑脸 这就是他们动力来源 回想创办头几年知名度不高 募款之路艰辛 还一度面临倒闭危机 幸好碰上了善心企业主 104年借钱来下这座五层楼建筑 才让孩子有了稳定的棋身之所 家园其他的一些活动或是民众的参访之后 也同时做宣传 要照顾孩子筹备募款餐会 还得腾出时间经营点书粉砖 因为机构规模小 人力有限 每一位社工都身兼数值 大家对我们的知名度稍微有比较认识 那当然我们FB也是 今夜即将突破3万的 即将也是要很努力 效忠尽是感谢 努力耕耘14年 目前每年捐款收入3000多万 精打细算之下有了结余 不用再担心随时断吹 反观像儿盟这样的全国性组织 5 6 YT频道上精致影片一则一则 掌握感动行销精髓 因为大型组织都会成立专业的 募款部门操盘行销 看看官网还开征行销计划 脸书小编 而行销能力等于高曝光 高绩效 一人代言 企业合作 就连政府资源都不断挹注 一个公益界如同两个世界 但作用庞大资源的组织 真有帮助到我们想关怀的弱势吗 开开世界掀起儿谋退捐潮 连带组织资产被放大检视 惊人的是2022年总资产就逼近46亿 相当于一个上市公司 而每年还是持续吸纳捐款5到7亿 这些款项我相信完全是没有花在该花的地方 我们的作用机关应该要针对这个部分 去做很严格的查核 提到儿盟愤愤不平 因为点开捐款记录 你看从这边开始 清一色儿福联盟 十年来 一美集团累计捐款破千万 儿盟不断壮大 关键之一是占了议题红利 根据统计 儿童连续三年是募款强势议题 加上民众对大牌的信任 无形之中养出了一个个公益巨人 根据2021年调查 台湾一年善款就高达1062亿 却有76%集中在儿盟等七大团体 大者和大 应该是看他们是不是拿到的捐款 用在符合他们对社会大众承诺要做的事情 那然后他存的钱是超过他的需求的吗 募款是否大过于服务需求 针对买房争议 立委抛出质疑 如果教育部没有提供给我们 其实我们也看不到 或者是说他们根本没有把这些细项 列在要给教育部的报告当中 因为根据掌握资料 儿盟旗下有六笔置产记录 其中内湖办公室就高达3.7亿 今年初购置的台中幼儿园也将近1亿 而这些资金都来自节余款 也就是没有用完的捐款 面对外界质疑 儿盟第一线社工有话要说 我们如果今天都是用租的 租期到了就得搬走 我们就得平反的更换办公室这件事情 请问有哪些员工会愿意在一个 常常需要更换办公室的单位 我们多次询问主管机关教育部 答案是儿盟财务规划 一切都合乎法规 每年财报也都依法公告揭露 但我们试图拆解金流 发现其中美感外人很难一眼看穿 公益责心协会曾检视儿盟财务状况 2008到2018年资产飞速成长 关键就在于支出比例偏低 根据公益团体免税门槛 只要年度支出达60%即可免税 而其中可提拨20%准备金 没有花掉却可视为当年度支出 若巧妙理财就能快速存钱 以儿盟来说其中三分之一 被董事会列为限制用途 例如智产基金 但有三分之二属于非限制 流向相对不明 有不当的使用 虽然法上面还是有定有一些 比较处罚的要件 可是除非它有被揭露 美国有所谓的基金会中心 Foundation Center 欧盟也有基金会中心 他们去整理各种基金会的资讯 台湾缺乏这样的组织 用新闻事件去判断一个组织的对错 我觉得稍嫌武断 缺乏政府监督和第三方团体 介入分析资讯 加上四到六成民众捐厚不理 爱心分配失衡 公益团体M型化逐年加剧 但当组织资源过剩 还能怎么优化 大型的组织服务能量很好的时候 那就会要欢迎一些小型的组织 来提起一些合作 那可能会做一些社区赔利的专案 我们知道阳光基金会 一直都有在关注 口腔来造成的颜面损害 例如阳光基金会 就跟小团体合作 推出在地未教专案 显见公益团体收入是否用在业务 除了仰赖组织自律 政府加强查核 捐款人也得主动了解 后续服务成效 才不会让你我的爱心 遭到滥用 凯凯成了制度缺漏下的牺牲者 也赔上了保姆社工这些职业的社会观感 在凯凯案件中 流行保姆被认为是这一次事件的直接凶手 他曾对检警提到 若不是为了钱 根本不想照顾凯凯 我们实际拆解安置保姆的福利待遇 结果发现 安置保姆不仅365天全年无休 就连尿片奶粉也得自己想办法 而薪水待遇也没有比较好 让担任安置保姆的意愿跟着降低 以机构合作的保姆来说 全台竟然只有20位 而这供需失衡的状况 也发生在一般保姆身上 滴出来了 滴出来了 嗯 好 我帮你擦 嗯 啊 啊 啊 没有说谢谢 没跟你说谢谢 担任保姆带三个孩子 每到吃饭时间总快忙不过来 这是一般保姆的日常 但邱雨萍又更忙碌 因为她带的其中位孩子是特殊桶 躺在地上什么东西都想往嘴里塞 两岁四个月大的洛梨 由小儿癫痫 常常走路不稳 容易跌倒 动作语言也是明显吃换 面对特殊桶 邱雨萍得花费更多心力 其中洗澡时间是最大的挑战 好 去走走 走 走 一直动来动去动来 包含洗澡也是 然后她又会去拉我的联邦多水管 通常我洗一个孩子十分钟可以完成 洗他我要洗很久 可能要大概二十分钟 但总不能因为落离而忽略其他孩子 牙力加住在保姆身上 甚至工作到连身体都出现状况 我的脂光碱就是痛到我连开那个 易开罐需要用到处理我就没办法 她一个人可以抵两到三个孩子的那个工作量 邱雨萍几乎是靠着热忱之称 因为不仅有职业伤害 照顾特殊桶也没有无外加紧 对比寄养家庭 依据所属地区前一年最低生活费 照顾特殊桶可多获得0.2倍加紧 但保姆没有像这样金钱上的奥元 甚至安置保姆制度上缺漏更大 照顾一般孩童 起码家长会提供保姆餐食 副食品 奶粉等生活用品费用 但如果照顾的是安置儿童 竟然得通通自己想办法 安置的你还要自己再掏腰包 生病了 然后打预防针 我都需要带给医生看 然后一般家长的我不用 因为你的薪水报酬太少了 然后可是你要负的责任太多了 那尤其是他们体质弱很容易生病 那做过母亲人都知道 照顾孩子 身边的孩子 是很辛苦 没有分昼夜的 担任安置保姆不分昼夜 责任也加倍 但安置同的保姆24小时全日拖 全年无休 没有周休二日 我们拿安置保姆刘秀满所在区域 新竹县竹北市来做比较 2024年安置保姆月薪三万 比起北部全日拖一般保姆月薪 2.4万元 看似收费稍微高一些 但安置保姆没有三节奖金 且平均下来一天只有1000元 还是比零拖每小时100元都来得少 如果我拖一般24小时的小孩的薪水 平均我还高于安置孩子 正因如此 间接降低了担任安置保姆的意愿 目前全台仅20位安置保姆 而这状况在一般保姆身上 也没比较好 会让我觉得想要转职的原因 今天你是以保姆的身份去照顾别人家的小孩 小孩子身上有个瘀青 或是今天被蚊子咬了好多包 或者是他可能稍微身体有点不舒服 那我们的压力会很大 她是余之灵 现在是整理师 但以前是拥有证兆的合格保姆 专门带零食需要托育的孩子 当保姆呢 其实是精神上的疲劳 就是你要很专注 你眼睛要一直盯着小朋友 你不太敢放松 现在的整理师的终点费 应该有比以前保姆的终点费 大概多了三倍左右 工作地点一样在客户家 当领托保姆实行约300元 但当整理师实行900元起跳 现实的经济因素 加上照顾孩子压力大 余志玲正式转行 实际事算 若将稳定收拓两名未满两岁儿童 视为全职保姆 依据托育及就业政策催生联盟统计 2024年全台保姆月薪 仅31200元 对比2024年前4月 全台平均月薪46105元 保姆竟然连七成都不到 这样的薪水足够养家活口吗 以各先是保姆行情来看 台北市月薪3.8万 新竹市台中高雄 分别是3到3.6万 外岛连江金门也是3万多 但若保姆得抚养一名子女来看 台北市一个月生活费就要4.5万 新竹市台中高雄也要3万多 比较下来 竟然只有新竹市 金门连江的保姆足以养家 当给予怎么样的薪水 就代表一个国家 怎么看待这个产业 我们就来比较各国保姆年薪 丹麦芬兰几乎都在 白湾台北上下 澳洲高达115万 但台湾仅40几万 但这中间得再扣除物价等因素 因此我们在与各国整体平均年薪做比赛 丹麦相差29% 芬兰相差44% 澳洲相差43% 台湾落差最高竟然高达47% 欧盟在2023年有提出一份指引 告诉会员国我们应该要如何做 让更多的专业的人才可以投入 又保护又照的产业 那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方法就是要提升 这些工作者的劳动条件薪资保障 当托于劳动条件不够诱人 整体供需就将濒临崩溃 一致劳动部资料显示 仅20年女性劳餐率一路攀升到71.93% 代表有更多家庭需要保姆 这从另一份卫福部的数据就获得证明 明明现在少死化 但收拖人数却随着时间增加 反观保姆数量却逐年递减 若以2023年加外送托率23%来看 总统赖清德希望达到OECD水准 等于全台还是要增加8584名保姆 就算招募了8000多名保姆 这个量还是不够的 因为目前全台湾大概有27000多名保姆 但是保姆有非常严重的年龄断层 卫福部统计 2022年全台有27134名保姆 其中50岁以上的就占了高达6成以上 可预见未来十年间将由海啸时退休潮 当着六成保姆陆续退休 届时保姆人数将拦腰折扮 眼下最能留住人才的方式就是提高薪资 卫福部这么回应 各县市政府它都有一个托育管理委员会 他们会经过那边做一些讨论 然后由县市政府来决定 要不要找 保姆尊严来自于劳动权业 这些都不能一等再等 否则找不到保姆的梦魇 轻则在家长圈中恶性循环 重则成为少子化 国安危机的间接推手 当保姆功不应求 想找到一个具爱心与专业的保姆 难道只能碰运气吗 现行的保姆资格彩灯机制 就算不是相关科系毕业 只要上满126小时的课程 考选择题就能登记成为保姆 即便多数保姆都考取了技术试证 但我们追查过程中发现 公家编定的技术试证讲义 竟然出现错误 不仅如此 即便当了保姆要缴交辽民证 但政府基于工作权保障 是允许让炸七犯当保姆的 最严重的是我女儿的眼睛 肿一块紫色的 然后脸颊在这边也有红红的 那我那时候帮她洗澡的时候 我就摸到她这个后倒勺这边 就是有一块红肿 他们都在孩子最脆弱的年纪 为了拼事业 把宝贝交给合格保姆照顾 殊不知 却是将孩子亲手送进危险虎口 如果我没有问你的话 你不会说吗 因为我觉得撞到头 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 不会说 想起七个月大的女儿 在保姆家受伤 保姆却没主动告知 尽管事隔多年 一人无缝夫妻 依旧愤愤难平 她说还会有一个小朋友来半天 她其实就是超熟的 因为她已经收四个了 不会刚好就是这么 比较倒霉一点 遇到一个不好的保姆 不行啦 她那个时候就是 被查出有收到五个 她就卫照我的妾姐 然后说我们已经退托了 保姆卫照家长签名假退托 只为了继续超收多赚一点 根据卫福部社家署统计 近五年因为违法 遭到撤销保姆登记证的 有116人 其中被查出严重超收 仅占3% 但还有多少是没被查到的黑数 她超收可是问题是 老实说要怎么查 要有人去举罚 政府查不出来 那家长只能靠自己 看看这边的地方 我们这个地板就是实体式艺人 那我们托育空间的地板 是有铺软垫的 我们知己家长面试保姆 能给看的空间 大多是合格的托育环境 但家长离开后 保姆的照顾素质呢 小组都有简单的记录 对不对 记录但是不要拿在手上 这是台湾家庭照顾协会 接受北市社会局委托 开办的保姆课程 结讯后 协会还会辅导学员 考取保姆 技术试证 准备婴儿副食品 苹果丁的厚度 必须切成0.5公分以下的大小 托语人员技术试证 数科考试的基本功 还有帮宝宝洗澡 我们在课程结束之后 其实我们有安排学生去实习 就是他考取证照之后 我们会有三天去进入机构 然后帮助他们去了解 宝宝的一天啊 目前在台湾要当保姆 有三种途径 像这样考数科10座 才取得技术是正的人 占整体保姆的百分之八十八 百分之四的人是又保又招相关科系毕业 另外有百分之八是非相关科系 也无保姆经验 在上完126小时的课程后 只考考选择题 及格就能登记成为保姆 苏太太原本是家庭主妇 因为带孙带出兴趣 去年考上保姆技术试证 开始帮忙照顾朋友的小孩 但全台仍有一成以上的保姆 不像苏太太拥有技术试证的专业身份 尽管卫福部在2018年 推动准公共保姆制度 排除了非相关科系的登记资格 管理也更严格 例如违规向家长多收费 登记制的保姆只会辅导改善 不会撤销他的保姆登记证 准公共就没这么宽松 而是直接撤销他的保姆资格 不能再收拖 但要不要加入准公共制度 没有强制性 以至于仍有17%的保姆没加入 把球放在这里我们一起 可以吗 虽然2021年 卫福部在规划更严格的托育专法 未来非相关科系毕业 仅修满126小时课程的保姆 将强制退场 但三年过去了 今年依旧无法上路 而看似严谨的保姆技术试证考试 也非毫无问题 我们翻阅劳动部编定的考试讲义 发行攸关婴儿呼吸道阻塞的急救方法 在背部拍戟只要有往前滑拍的动作 考试时一律零分计算 下 两下 三下 导师参加考试的保姆都以为要用垂直拍打 但这却不是一届正规的急救方法 往一个所谓斜向的方式 往类似好像有点向前的这种 这种一个密道 一旦婴儿跌住之后 可能时间不会很多 就在一两分钟之间 要趕快把婴力盘出 负责照顾婴儿的保姆 竟然是选不正确的急救方式 我们发现政府编例的考试讲义有误 拿给保姆的主管机关社家署查看 我会跟老发属反应啊 所以我刚刚有拍啊 没有人跟我们反应过这件事 我是第一次听到你讲 原来保姆技术实证的考试内容 又不归社家署管 甚至我们追查更发现 保姆资格上 虽然要求必须要有良民证 不过现行制度 却允许诈欺犯 信用不良的人当保姆 理由是这些前科不影响照顾安全 基于国家对于人权的保障 跟工作权的保障这件事情 保障了保姆的人权 那小科的人权怎么办 这个也大部分是我们在 很多业务上处里面 其实也是蛮大的困境啦 我们都希望兼顾 保障炸气饭保姆的工作权 那父亲委托保姆照顾孩子的家长 能接受吗 我不能接受 我不能接受 那我怎么知道今天你 present给我的东西是不是真的 就是说小朋友今天吃了什么 睡了多久 有没有poo poo 到底你跟我讲的是真的还假的 我就会question了 因为你是一个炸气饭 恐虐童事件的保姆都是没有前科的 所以即使是没有前科的保姆 都会产生这样的状况 不愿意啊 你当然为什么会请道夫保姆 当然是因为我怕我的小孩子在外面 或者是在家里接受到虐待 这真的很恐怖 保姆人数严重不足 照顾品质又称词不齐 家长没得挑选 难道只能选择隐忍吗 但往往保姆不说 家长也不会发现的 还有精神疾病 现阶段保姆每两年 必须做一次健康检查 却不包含心理横见 保姆的压力管理 因为他也必须透过 有这样的机会 一起大家坐下来 然后有老师 然后带领大家讨论一下 看看这个方向 我怎么输压啦 担任社家属居家托育 相关计划的主持人 段慧莹认为 重点在提升保姆 对精神压力的自觉 以及访试辅导员的敏感度 那今天呢 如果访员发现 这个保姆呢 他的可能 最近的变化比较大 那他们可以作为 加强访试的对象 毕竟家长都是抱着 相信合格保姆有政府把关 才敢把心头肉 交给他们照顾 但要能及时发现 托育问题 避免虐儿和事发生 终究还是得靠 访试辅导员 激紧揪出保姆隐瞒 不能说的秘密 当政府 制度 机构 保姆更环节失能 最终能紧急防止 儿虐事件 扩大的守门人 就是社工 跟访试辅导员了 但是他们 却面临高工时 低薪资 繁杂业务的压力 我们拆解他们的工作项目 发现地方政府还将帮家长 找月嫂等非访试专业的项目 统统加入他们的业务范围 统包给居托中心负责 恶性循环之下 也让社工系的学生 半数以上 毕业之后 不愿意投入 访试工作 诶 谁来了 诶 你今天来了 我今天来访试 这天访试辅导员乙琳 要来检查保姆的托育环境 那你的那个指标 已经快要到黑色界限 要稍微注意它的起 环境安全检核40项 访试员得一一检查 消防瓦斯防漏装置 紧急状况会用到的急救箱 也要仔细看 每项衣材有没有过期 光是看这些 已经花了访试员15分钟的时间 但这趟访试 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工作 还没做 你好 进到游戏间 访试员一秒化身小姐姐 看似陪小小孩玩耍 实则在观察 保姆照顾的受托童 发展状况 他喜欢从头到尾有一个结束 他不喜欢中间 我这样打断他了 慢慢等待 小朋友愿意配合 几乎是访试员的家常便饭 如果保姆照顾两位受托孩童 花费了观察时间 就要拉更长 你好 今天我要访试 访试员指灵突袭保姆家 不顾发烧避雨淋湿 裤管也还没干 一进到屋内 立刻拿出检合表访谈 社安网最后的守门人 每次访试都要跟时间竞速 但凯开事件后 他们访试的速度得更快了 因为今年5月1号起 一般的例行访试 从每年至少一次 增加到每半年一次 另外 如果保姆收的是 3岁以下的全日托 或夜间托育 访试频率 也从每年4次 增加到至少6次 甚至更多 而且根据卫福部的规定 一名访试员 要负责的保姆多达60人 平均每人带2个小孩 等于访试员 还要再访查 120个小孩和他们的家长 会变成可能当下 你没有办法跟他聊太多 那变成可能下一个 还有访试等等的 那以国外的经验来说 其实像澳洲或者是纽西兰 他们可以做到 每个月我都去访试 他们的按量是1比20 这样子的访试按量 对 那台湾现在是他们的三倍 也难怪 台湾的访试员 每天都被时间追着跑 有其他访试员私下透露 以前被访一位保姆 至少会花45分钟到一个小时 现在压缩到只剩20到30分钟 了解孩子状况的时间被腰斩 回到办公室 还有各种行政工作等着处理 美和找保姆 接待家长申请补助 都是最基本的行政工作 你好像要申请补助 政府机关外包居家托语给民间机构 却间接将许多业务量转嫁到居托中心身上 包含育儿指导 甚至要帮产妇家长介绍月扫 这些与访试本业无关的工作 竟然被地方政府打包进居托中心的标案中 但薪资却不成正比 社工资历一年以下平均月薪3万5 每两年增加1000元 做到10年以上 月薪才有机会超过4万元 若拼一点考上社工师执政 每个月也不过多加大约4000元 原本以为可能像家庭房市 或者是直接跟我的服务对象有交流的时间 比方说可能占一整天的100% 但是实际上我去完实习之后 行政工作占的比例比我想象中的多很多 台湾的社工的薪资福利待遇 可能没有达到我对于未来工作的期望 我自己有修法律系相关领域的关系 所以我可能会想要走司法领域里面的助人工作 社工的同学蛮多他们学的是跟人有关系 如果到企业的话 他们蛮多会做人力资源管理的工作 当工时与薪水无法成正比 仿式辅导员这类的社工工作 越来越缺人 点开求职网站 今年6月社工相关的工作职缺 已经冲破3200多笔 残酷的是招不到人 连既有的人力也留不住 那我们这些东西的话就会心疼痛 过去那边的话就是有一个合想的 社工系毕业后做了两年的访试辅导员 他是紫园 五一劳动节这天 他转职改当房仲 最主要原因其实是因为薪资 像我之前可能走在路上 我就会发现有一些工作 可能我觉得他不一定压力这么大 要承担的责任那么多 但他的起薪也是有到3万8 就会觉得那我去做那一份 感觉比较轻松的工作就好了 必然做房事辅导员的工作 当社工缺口越来越大 被牺牲的很有可能就是那些 需要在访试中更仔细访谈 才能被发现的受虐孩童 如果既有的人力经验也不足 更是把这些孩子推向危险边缘 因为托育人员有些是很资深 他可能会看着说 这个毛头小子 还要跟我说教什么的 这种感觉 若真碰上房屋有意隐瞒 虐待事实 资历浅的社工 很可能就被蒙骗或忽略 更何况许多儿虐风险的观察 是需要经验才能发现 长年以来居多中心 都靠资深访试员经验传承 比如说这位托育人员 我们可能知道他有一些 教养上的问题 也不能说就是 很直接或很明白地跟他讲 为什么这么直接说 因为有可能这个家长 其实喜欢这个托育人员 的处境就会有点尴尬 要当家长与保姆间 良好的沟通桥梁 资历很重要 那台湾经验丰富的资深社工人力 够吗 我们最终发现答案让人诧异 因为注重经验累积的社安网 从中央到地方政府 竟然从没统计过全台 访试辅导员的年纪与资历 甚至取得访试资格 也并非一定要社工科系 以居托中心的访试辅导员来说 像这类的社工课程 许多人并未上过 因为过去只要高中职 幼教相关科系毕业 就可以担任 理由是他们更了解 保姆应该如何照顾小孩 不过却少了社工系 与人沟通的相关课程 至于要社工员更精进 还需考社工师执照 以111年数据来看 因为政府并有强制规定 因此国内有高达5成的社工 没去考 太棒了 对 太棒了 当社工 访试辅导员们 被赋予社安网 最后一道防线的重责大任 就该还给他们 能专心访试的时间与空间 别让这些天使们 终究掉落网目 成了漏网碑哥 赤裸裸摊在我们面前的 是痛心的真相 我们渴望的是 舍安网下无助的孩子 脸上不再挂着泪滴 新闻摄影度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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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